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的是投影片秀 我們平常拍的很多照片 想要集結出來 能夠放在投影機或者電視機上來觀看 會有一種回憶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在我們這一個桌面上如何去找這個軟體 但是要找它之前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素材先做一個整理 比如說我們會用到的素材裡面 像老師在這邊我就在桌面上建了一個資料夾 專門來放素材 比如說我會用到的是照片跟背景音樂 所以我就分了兩個資料夾 一個叫做照片 我收集了這些照片 還有一個是音樂 我可能會用到什麼音樂 我把它收集過來 那在這一個呢 我們的投影片秀裡面 能夠用到的格式 一個是MP3 一個是WAV檔 大概是這兩個格式 好 好 給同學看一下 到時候我們的作品就會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面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 我們的投影片秀在哪裡打開 好 我們看一下 就在這個地方 好 然後找到影音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呢 投影片秀 imagination 好 這個東西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這就是我們呢 這個軟體的一個工作畫面 好